大家好,欢迎来到Lulu 厨房 转眼间中秋至过去,深秋时分 大家记得多吃,滋阴润币的食物 这款食,酷花椒,淮山炖猪扇 汤头非常淡香清甜 滋阴健皮,保抑干腎 干腎不足,视力不明 听力下降的朋友,最为有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和分享 给我一个 Like 记得打开影片右下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美味汤水的资讯 这种细花椒,薄身轻程,大概8-10元一个 胶质虽然没有厚花椒那麽多 但胜在价钱合逸,适合做日常的汤水 厚身的花椒,通常我在节兴日才会使用 花椒滋阴氧血,保神固症 女性在25岁后,身体逐渐流失 胶原蛋白,花椒附含蛋白质 胶原蛋白和黏多糖 长期食用,可以滋养皮肤,养颜活血 改善皱纹,肝草,有效防止骨落退化 低脂肪,高蛋白 是女士补充胶原蛋白最佳选择 花椒附含胶质,补血,止血,活血,如寒去濕 铲后或手术后,进食花椒三至四周 可以帮助子宫、伤口快速遇下补血 花椒固本陪月,补腎益症,健腰室 所以这款汤都很适合工作繁忙的男士饮用 如果老年人食用花椒,就可以增进老神经功能 提升及维持智力,石酷,养阴云草 有丰富多糖类物质,增强免疫力,益维生津,助消化,护肝离胆 可以治疗肝炎,胆结石等病 亦可疏通虚烟,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 显著地降低血糖,抑制肿瘤 滋阴仰木,延似白内障 人体进入中年后,皮肤老化,逐渐变黑和变潮 石酷含有多种黏质液,对人体皮肤有滋养作用 可以煮花旗参石酷麦冬鸡汤 石酷裸头西施骨汤,石酷响裸淮杉杂子暗筋汤 石酷鲜鲍鱼排骨汤等 都是清而不淡,保而不躁的秋冬常用汤水 石酷不可和萝卜、绿豆进食 对它的功效发挥,会有抑制作用 尼胎后,腹胀,胃汗的朋友也不建议食用食酷 这种是铁钢淮山,性质平和,保皮养胃 日上的汤水放一些都可以 记得选购,不要买白色浸过硫黄的淮山 加上杞子,清干明目,陈皮,健皮和为 薄花胶浸1小时至软身 加上姜、葱、绍酒,飞水3分钟 瘦肉切粒,飞水3分钟 所有材料都要再次清洗干净 大火滚起后再改小火炖两个半钟 一打开盖,清香四日 整个房间都充满老火汤的香味 花胶、软身、滑嫩 多种食材熬制到这种养生汤水 喝完一大碗后非常满足 可以修补你身体的损耗 皮肤又变滑,身体得到滋养 瞬间充满着动力 希望你喜欢这个汤水 我们下次再见,记得订阅我 拜拜 拜拜 拜拜